数卫行星的卫星,金星的卫星,在现在的天文观测上,都认为金星没有自己的天然卫星,但是金星是否真的不存在卫星呢? 法国的天文学家乔卡西尼曾于1月86年8月向世人宣称,他发现了一颗金星的天然卫星,卡西尼对这个新发现的金位,进行过多次观察, 并且根据观察结果,测算出了他的直径是金星直径的1除以4,这个比例与月亮同地球的比例相似,如果这仅仅是卡西尼的一日之词,或许还能够以观测实物来解释, 但不少人根据卡西尼公布的金位轨道数据,也观测到了这个卫星,例如1740年卡西尼或28年, 英国一个制造望远镜的专家小客也报告过他见过金位, 1671年蒙泰尼也对他进行了多次观测,并留下了不少详细的记录, 接着德国数学家拉姆皮特还重新计算了金位轨道, 认为其轨道半场景为40万千米,到金星的空中周期为11500小时, 接到了1764年,还有三个天文学家两个在丹麦, 一个在法国报告过金位情况,这么多人都声称观测到了金星卫星的存在, 让人无法轻易地否定这颗卫星,18世纪以后, 金星存在卫星已经成为天文学上的共识, 可是,从此之后,这颗神秘的金星卫星却消失了, 再也没有出现,金星的这颗卫星是否存在呢? 这其中隐藏的秘密值得探究,观测火星的卫星, 1887年8月,美国天文学家霍尔,趁着火星中一个好机会, 对火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, 终于,他连续发现了两颗火星外星, 并分别以名为,福博斯,火卫一和德莫斯火卫二。 火卫一到火星的距离是9400千米, 它绕火星旋转的轨道很特别, 运动的方向与火星自转和公转的方向一致, 都是仔细向东道,如果在火星上观看火卫一, 就会看到它牺牲东落的奇观。 2008年4月,美国的探测器发回了火卫一表面高清的3D照片,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它的表面伤痕累累, 布满了半点,就像一颗大土豆。 科学家推测,这些伤痕可能是由跟火星相撞的远时产生的大量碎石造成的。 火卫一, 卧卫一是较早发现的一颗火星坚然卫星, 它成楚豆状, 一日围绕火星运转三圈, 与火星之间的平均距离, 约为9378千米。 从现在的观测来看, 火星共有两颗卫星, 卧卫一是其中较大的一颗, 也是离火星较近的一颗。 卧卫一与火星之间的距离, 也是太阳系中所有的卫星与其主行星的距离中最短的, 从火星表面算起, 两者相距只有6000千米。 卧卫一的环绕运动半径, 小于同步运行轨道半径, 因此它的运行速度非常快。 通常每天有两次牺牲动落的过程, 只推断, 由于火卫一的运行轨道, 小于同步运行的轨道, 所以潮汐力症不断地使它的轨道越变越小。 最近的统计数字表明, 它正以为是几一点方米的速度在减小, 所以, 只估计大约5000万年后, 火卫一不是撞向火星, 也是分解而成为光环。 由于火卫一离火星表面太近, 所以在火星表面的这颗位置, 都无法直接在地平线上看到它。 根据推测, 火卫一最可能的组成部分, 是富含碳的岩石。 但是由于火卫一的密度非常小, NIMATIC依次不可能是由纯岩石组成的。 科学家推断, 它很可能是由岩石与冰的混合物组成的, 并且它具有很深的地壳坑, 由昨年发射的一个探测器, 火卫一二号曾经探测到从火卫一, 引出一些微弱的气体。 但遗憾的是, 这个探测器在做进一步探测, 探测这些气体的组成成分之时, 失去了工作能力。 科学家只能根据猜测, 分析这些气体的成分。 火卫二, 火卫二是火星的两颗卫星中, 离火星较远的一颗, 它是太阳系中最小的卫星, 火卫二运转在距离火星23459千米的公转轨道上, 其决定约为12.6千米。 土星的卫星土星, 拥有多颗天然卫星, 截止到目前人类所发现并且确定的土星卫星数量已经有10多颗, 其中被命名的卫星中, 11颗是直径在300千米以下的小卫星, 6颗是直径为400到1500千米的中心卫星, 还有一颗直径来5150千米的大卫星土卫油, 这些复杂的卫星, 构成了太阳系中庞大的卫星系统之一, 土卫一, 土卫一是土星八个较大的, 形状规格的卫星中距离土星最近的一个, 其直径近约为392千米, 与土星平均距离, 约为185,520千米。 土卫一的轨道近似圆形, 公转周期为23小时, 正好是土卫三公转周期的一半, 所以, 这两颗卫星, 总是在土星的同一侧相遇, 这种现象叫轨道共振探, 上前无法解释其原因, 土卫一的自转和公转同步, 所以它总是与同一代球朝向土星, 这一点和月球与地球的关系一样, 土卫一的平均密度, 仅为水的1.2倍, 其表面有洞兵的特征, 根据这些理由, 可以认为, 土卫一的主要成分是兵, 它的表面明亮, 布满版型的深渔石坑, 土卫一表面上最引人注目的结构, 是一个直径130千米的环形山, 它位于朝向土星一面的半球中央, 山地高5000米, 地深10千米, 中央有一座长6千米的山峰, 这是太阳系中, 已发现的整体最大的原机节奏, 土卫二, 土卫二是土星的第三颗大卫星, 在美国发射的行星探测器旅行者二号, 对其进行探测以前, 咱们对它了解甚少, 只知道它的轨道, 根据探测器在距离土卫二八卫七千一百四十千米观察到的结果表明, 土卫二已经经历了五个不同的演化时期, 土卫二的直径为五百千米, 以原型轨道环绕土星公转, 可土星的平均距离为二十三万八千零二十千米, 平均密度只有水的一点一倍, 说明它的成本有一半或更多的士兵, 在土星的卫星中, 土卫二的密度是最低的, 土卫三, 土卫三的主要成本是纯水兵, 它直径一千零六十千米, 在离土星二十九万四千六百六十千米的轨道上, 环绕土星运行, 土卫三上有一条长达整个星球轴长四分之三, 占了整个表面面积百分之五的十的大裂缝, 据科学家推测, 这条大裂缝是卫星内部的水的痘结膨胀造成的, 土卫四, 土卫四的直径为一千一百二十千米, 运行轨道与土星的平均距离为三十七万七千四百千米, 它的公转周期约为六十六小时, 是土卫二公转周期的两倍, 土卫四的密度是水的一点四倍, 估计由于百分之四十的岩石, 与百分之六十的冰构成, 与其它土星卫星相比, 土卫四表面的环形山较少, 土卫五, 土卫五的直径为一千五百三十千米, 在平均距离为五十二万七千零四十千米的紧缘尾道上让土星顺平, 密度是水的一点三倍, 因此, 一般认为它主要是由冰构成的, 红外光谱也显示其表面主要由双构成, 土卫五表面的反照率较高, 但在不同区域有很大差别, 同大多数土星的温馨一样, 土卫五的自转与公转也是同步的, 因而也总是与同一面对着土星, 同土卫次一样, 土卫五朝轨道运行方向的前半面计量又多陨石坑, 而后画面了照案, 而且上面只有一些量文和敞亮的温石坑, 以及一些表面再造的迹象, 尽管在土卫五的表面并多于石, 多远石坑的一面, 却很像水星和月球上的那些逆布远石坑的高地, 在土星系中, 表面远石坑最多的就是土卫五, 土卫六, 土卫六直近来五千一百五十千米, 在距土星一百二十二到一千八百三十千米的公转轨道上运转, 它是土星卫星中最大的卫星, 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, 土卫六是土星卫星中最受人关注的卫星, 原因是它与地球有太多相似之处, 土卫六是太阳系中唯一具有大气层的卫星, 大气中拥有和地球大气一样的氮气, 还有其他一些有机气体, 想完, 这些丰富的有机化和无核弹等元素, 与地球导致生命形成时的环境相似, 因此土卫六被认为, 对研究地球生命的起源有着重大的意义, 同时, 土卫六也是另外一个, 极有可能运致生命的星球, 土星卫星带来的新猜想, 随着科技的发展, 人类探测宇宙的能力也越来越长了, 目前, 已经发现土星共有五十六颗卫星, 卫星拥有数仅次于木星, 或许, 随着科学家们的探索, 这个数字还会发生变化, 土星的第六颗卫星, 土卫六又名泰坦, 是土星卫星中最大的一颗, 也是太阳系内第二大的卫星, 比地球的卫星, 月球还大, 2008年, 通过卡西尼浩飞船的观测, 已经确认土卫六的直径, 是地球的百分之四十左右, 达五千一百五十千米, 观测数据还显示, 土卫六的大气以氮气为主, 但能含量约占其大气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, 加完仅占百分之一左右, 另外还含有乙丸, 乙烯, 乙缺和氢, 科学家发现, 可能是由于土卫六旋转加速的原因, 它的表层有一个固定点向外发生波动, 科学家们认为如此巨大的变动, 如果卫星内部是固体核心, 是不可能发生的, 因此, 土卫六表层下肯定有液态固执, 很可能有水, 由于它是太阳系, 唯一一颗拥有浓厚大气层的卫星, 因此被视为是一个时光机器, 有助于我们了解地球初期的情况, 甚至能揭开地球生物诞生之内, 土星第八颗卫星, 土卫八, 工作时间较长, 到土星一周17时9.33个地球日, 土卫八最大的特点, 是朝向其轨道前进方向的一面, 总是黑如立青, 而另一面则亮白如雪, 中间没有灰色地带, 因而被科学家细称为阴阳脸, 科学家认为, 阴阳脸与土卫八表面的黑暗物质有关, 关于这些位置, 黑暗物质的来源, 目前有两种解释, 一种解释是自身说, 当土卫八缓慢地让土星空转时, 前面半球表面产生一层薄的黑暗物质, 增强冰层对阳光的吸收, 另一种解释是空降说, 德国自由大学的天文学家, 迪尔曼森克认为, 来自其他卫星的粉状物质, 降落在土卫八正面, 使得这一面与这颗卫星其他部分看起来截然不同, 木星的卫星, 木星, 拥有数量中多的卫星, 目前已经确定的有66颗, 到目前为止, 木星是太阳系中, 拥有卫星数量最多的行星, 木蕾一, 木蕾一, 有名豪傲, 是木星的四颗加利略卫星中, 最靠近木星的一颗, 它的直径3642千米, 是太阳系必自大的卫星, 木蕾一的平均半径为1821.3千米, 主要由炽热的硅酸炎炎式构成, 有西服的大气, 成分是二氧化流与其他气体, 木星在众多卫星, 1609年, 加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, 并用来观测前提, 加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, 为了纪念加利略的功绩, 人们把这四颗卫星, 木蕾一, 木蕾二, 木蕾三和木蕾四命名为加利略卫星, 目前, 科学家确证的木星卫星, 已经达到16颗, 也许不仅还会有新的发现, 在木星众多的卫星中, 只有这四颗加利略卫星的磕头较大, 有的和月亮差不多, 照理说, 它们应该和月亮的表面状态相似, 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, 其中, 木蕾一离木星最近, 爬到木星的距离, 只有11.6万千米, 还不到木星半径的了败, 在木星巨大引力的角洞下, 它内部的热能源源不断地从核心喷出, 形成火山, 喷出的液体和气体高达450千米, 对地球上的火山喷包还强烈, 火山的岩浆早已多次覆盖了这颗星球的表面, 从现在的情形看, 火山依然在猛烈地喷发, 木蕾二, 是伽利略为心中最小的一颗, 半径约为1570千米左右, 木蕾二的表面全都是冰, 光滑的表面反射太阳光的本力非常强, 它是伽利略为心中最亮的一颗, 在木星充月时它的亮度可达5.57等, 人们用肉眼就可以看见它, 木蕾二的表面, 覆盖着厚厚的冰层, 冰层不断地挤壮着, 科学家认为, 这可能是冰层下面海水涌动的结果, 或是一流生命的存在, 木蕾三, 是微星世界中最大的一颗, 它的半径是2631千米, 平均密度是1.95吨每立方米, 科学家推断它的表面是由冰和岩石组成的, 磕层下是一层冰漫, 中心是铁制的河, 它最大的特别之处是有磁场, 磁场是行星的主要特征之一, 卫星有磁场可是非比寻常的, 木蕾四, 是伽利略卫星中距离木星最远的, 它比水星稍小些, 但质量只有水星的一出一散, 木蕾四的表面都是环形山, 地表构造十分古老, 一些科学家认为, 这颗卫星没完整的内部结构, 主要由岩石, 且和冰混合而成, 天王星的卫星, 到目前为止, 已确认的天王星卫星有29颗, 由于天王星距离地球非常遥远, 人类对它以及体卫星的探测, 还停留在初级阶段, 因此, 我们只能得到一些猜测性的数据, 天卫二, 天卫二是天王星第三大卫星, 在天王星的一只卫星中, 与天王星的距离排名第13, 它由未连拉塞尔在1851年被发现, 天卫二和天卫四很相似, 但或者要比它大35%, 天王星的大卫星, 都是由占40%到50%的冰和岩石混合而成, 它所含的岩石比土味无所含的要多一些, 天卫二的剧烈起伏的火山口地形, 可能从它行政以来就一直否定存在, 天卫二非常暗, 它感射的光大约是天王星最亮的卫星, 天卫一的一半, 它的表面不满于石坑, 尽管没有地质活动的迹象, 却有着离奇的特征, 海王星的卫星, 到目前为止确认的海王星卫星有9颗, 它们是8颗小卫星和海卫一, 其中海卫一是目前已知的太阳系内质量最大的卫星, 海卫一, 海卫一也是一颗非常特殊的卫星, 它的直径比月球最小, 是太阳系中刺客有大气的卫星之一, 海卫一离海王星较劲, 但却是迷行的, 在1989年, 从旅行者二号发挥的数据看, 海卫一几乎具有行星的一切特征, 不仅有行星所有的天气现象, 具有类似行星的地貌和内部结构, 它的机关甚至比火星机关还大, 上面的火山也在活动, 惊奇的是它还具有只有行星才有的磁场, 所有的这一切都显示海卫一是一颗仅为特殊的卫星, 地球的卫星, 月球,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一颗天然卫星, 它的直径约为3474.8千米, 大约是地球的一除一四, 太阳的一除一四百, 而月球到地球的距离, 相当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一除一四百, 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亮, 几乎和太阳一样大, 月球起源的几种假说, 月球的面积是3800万平方千米, 差不多是地球面积的一除一十四, 比我们亚洲的面积略大一些, 月球的体积是221立方千米, 地球的体积几乎比它大49倍, 月球的质量大约一等于地球质量的一除一八十一, 也就是7351亿吨, 月球的平均密度是每一方厘米3.34克, 至极地球密度的60%, 相比之下, 月球不如地球磁石, 天文学家对月球的位置, 运动规律和物理性质做了周密的研究,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, 又利用人造地球卫星, 无线电技术, 激光技术和计算机技术, 对月球做了进一步的测量和考察, 取得了大量更新, 更丰富的资料, 尽管如此, 对月球起源这个十分古老的问题, 今天的天文学家, 仍然是众说本源和语音不详, 这也难怪, 对生涯我们的地球, 人们研究了几个世纪, 到现在不也照样对它的起源, 只知甚少吗? 月球是怎样形成的? 撇开人类早期那些不着边际的神话, 如果将是八世纪以来的月球起源, 假说归难起来, 可以分为三类, 其同人说, 分裂说和俘获说, 月亮的阴行圆圈, 在地球上, 我们可以看见光芒自射的月亮有月牙, 半月和满月不同的形状, 月亮这种隐晖圈圈圈的变化, 在天文学上叫做月相变化, 月亮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? 月亮本身不发光, 只有靠反射太阳光才发光, 也就是说, 太阳照射到的部分是明亮的, 照不到的部分则是黑暗的, 月球揉地球运动, 是太阳, 地球, 月球三者的相对位置, 在一个月中有规律的变动着, 这种变动是月亮明亮的部分, 有时正对着地球, 有时侧对着地球, 有时背对着地球, 这样, 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, 就出现了圆圈的变化, 从每个月的初一左右, 月亮运行到了地球与太阳之间, 光亮的一面正好背对着地球, 我们看不到它, 这时的月站脚心愿, 或说, 新月过后, 月亮渐渐从地球与太阳中间走出来, 我们能看见一个弯弯的月牙, 这时的月像叫额门月, 到了龙力出发左右, 随着月亮与太阳位置的变化, 我们能够看到像英文字母一样的半月, 这种月像叫上弦月, 此后, 月亮一天天圆润起来, 这时叫出月, 到了龙力15左右, 月亮光亮的部分完全对着地球, 我们看到的是圆圆的月亮, 这时的月像叫望月或满月, 满月之后, 月亮与太阳位置的变化, 逐渐消瘦起来, 经过突月, 下前月, 残月后, 又重新回到新月的位置, 月亮经过这样一个周期的变化, 就是一个说望月, 时间是29天12小时14时4分2.8秒, 我国龙力的坚数, 就是根据说望月制定的, 其实, 满月之前的额眉月, 上弦月, 突月和满月之后的突月, 下弦月, 三月是两下最硬的, 它们两两的形状差不多, 只是圆圈的位置发生了变化, 月时出现的原因, 月时是一种奇妙的自然现象, 当地球运行到月球和太阳之间时, 太阳光真好被地球打住, 不能射到月球上去, 月球上就出现黑影, 这种现象就是月时, 太阳光全部被地球打住时, 叫做月全时, 部分被打住时, 叫月偏时, 月全时发生时, 地球被对着太阳的一面, 处于夜间那面上的居民, 都能看到这种现象, 月时过程的时间比日时要长, 但月全时阶段, 就可长达一小时, 月时都是从月球的左边开始的, 月全时的全过程可分为初亏, 时尽, 时尘, 晨光, 复原五个阶段, 初亏, 月球与地球本领第一次外星, 标志月时开始, 时尽, 月球的西边缘, 与地球本领的西边缘那些, 月球刚好全部进入地球本领内, 月全时开始, 时尽, 月球的中心, 与地球本领的中心最接近, 月全时到达高峰, 晨光, 月球东边缘与地球本领东边缘强那些, 这时全时阶段结束, 复原, 月球的西边缘, 与地球本领东边缘相伴些, 这时月时全过程结束, 由于白岛和黄岛, 有一个角度, 因此月球并不是每个月, 都会转到地球的影子中, 不可能月月都出现月时现象, 月时出现的时间是不定的, 一年大约会发生一两次, 如果第一次月时是在一月份, 那么这一年就有可能发生三次月时, 又是一年一次月时都没有, 而且这种情况常有, 大约每隔五年, 就有一年没有月时, 很多人都见过月环时, 却没有听说过月环时, 即便是在月球的轨道上, 地球本领的直径, 仍是月球的2.5倍, 地球的影子完全打住了阳光, 所以就不可能有月环时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